中台灣農業博覽會今年已經邁入第五年 這次特別增加農村再生新活力表演大賽 針對農村再生社區 用穿衣的表演 十足展現出各地區的熱情與活力 我們是來自埔里大平鼎 百香果生產區 我們那邊的產區 算全台灣的95%以上 然後我們現在這套服裝 是我們台北夢想社區來教導我們 大家自己純手工製造的 然後舞隊到現在成立已經有五六年的時間 每個禮拜都利用禮拜天晚上農賢時間 大家集合起來一起練習 然後一直練到現在才有今天的成果 然後百香果現在非常盛行 然後吃百香果對身體也很好 希望歡迎大家有時間的可以到埔里來玩 議員賴燕雪認為 這次的農博所展現的不僅是在地的農特產品 更融入各縣市農村再生的成果與特色 所參賽的八支隊伍 也都表現出農村再生的生命力與活力 我們中部市縣市農村再生的婆婆媽媽的表演隊伍 來這邊做一個參賽 我想這次的農博會所展現的不只是我們在地的農特產品 還有強調我們現實的農特產品之外呢 我們更融入我們這個每個縣市的一個社區文化的一個 精神跟的一個價值的一個指標在 所以我們農村再生可以說是我們各地方的一個特色 所以今天來自我們市縣市的有八支隊伍 一起來展現出我們農村再生的一個生命力 以及它的一個活力 融入這個活力裡面呢 藉由行銷我們的農特產品 我相信能夠結合在一起來行銷的話 讓我們的農博會呢更加精彩 議員認為 將各地文化結合在地的農特產品 是最具競爭力的產品 而藉由農村再生新活力表演大賽 不僅可以推廣各地文化與特色 也成功推展農特產品 民藝新聞林佳慧南投採訪報導